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永远相信自己 一 不要被任何人打乱你的节奏 少关注别人的日子过得如何精彩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会徒增焦虑 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 耐心去做有利于自己成长的事 你想要的终会得到 二 不要过度反思自己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 我发现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不顺的时候 习惯性地反思自己 觉得自己不够好 小心翼翼 活得很累 太在乎细节的人 很难开心起来 不如让自己顿一点 三 运用吸引力法则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先相信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想获得什么东西 就坚定地相信自己配得上 当你开始相信 你的心态会变得乐观 行动会变得积极 四 学会课题分离 不要因为拒绝别人而感到愧疚 很多事情的主动权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上 自己不乐意的事 做不做选择权在你 而别人被拒绝后情绪如何 那是别人的课题 你不需要背负别人的期待而胁迫自己 五 少说负面的话 记住 人生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抱怨 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方未必理解你 反而还可能觉得你在小题大做 心理素质差 甚至你的隐私 还会被人当作饭后的坛子 想做什么就悄悄去做 把嘴上的力气都花在行动上 就像罗翔说的 请你务必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不竭 千次万次 毫不犹豫地就自己 与这世间水火